好来看到花莲县议会的建设小组在27号是前往了吉安乡 东昌村仁里桥以及中原排沟来进行会刊 并且由花莲县政府进行简报的说明 那么召集人黄兴表示经过会刊之后呢 仁里桥部分伪建护士已经拆除了 也还给用路人一条安全的道路 另外中原排水沟花莲县政府也规划了建筑 去整治的安全计划 让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能够安全无余 经过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 招决人黄兴的大力协调之下 仁里桥旁的维建户学贩开始进行拆除 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为了解执行的情况 招决人黄兴二招黄玲南先演迪福斯一赖 郑宝秀林源复前往现场会刊 来听取花莲县府的简报 招决人黄兴表示 仁里桥部分进行的是相当的顺利 仁里桥那个八九户的部分 已经占用户已经顺利的拆除 那是很不容易 像县政府第一个时间并没有规划 黄兴努力的建议推动 希望它能够征收 然后把整个道路的安全性能够架构上来 因为多次的发生车祸 终于大家共同的努力 要谢谢县政府建设处水域科的部分 这边的努力能够顺利的完成 那过一阵子年底一定会做好 过年前会把整个人里桥的部分 跟东里一街 人里一街这个部分会连接的很好 各位乡亲你们可以拭目以待 包括晚上时间去运动都很方便 紧接着就是前往中间排水购的位置 来听起幻县政府说明规划建设的内容 早前黄兴表示 建设处也积极地进行规划 总是也会向中央单位争取经费来执行 在这里我们一直很关心 尤其我在县城镇内 对吉安西的整治跟安全的部分 一直是我第一个时间会关切的地方 那也谢谢县政府在多方面的努力 把我们吉安西的建制的方面 现在已经慢慢的能够连接上来 而且建制的很好 那我们早晚很多乡亲在这里做运动 都能够顺利在这个步道上 很安全的来走 那重要的是河川是安全性 那对于整个河川的安全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中原排水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到中原排水口 那县政府也已经规划完成 这也是桥梁的整个的一个建制的部分 我们很高兴看到 但是这个桥梁的部分 还要再进去再修饰再改 那明年预计 明年最快明年即将要来建制了 将来建制 那中原排水要跟我们吉安西交流的地方 汇里的地方是我们防灾 安全性防灾重要的一个点 能够让它尽快来做完成 我们相信吉安西所有两岸的防点的部分 就全部已经接起来了 中原排水口是最后一个点 那我们在联合排水的部分 回南桥的部分 我们现在任内已经建制完成了 包括东里一街 人里一街 都一样你们可以这边一直走到海边去 那两侧将来都可以很顺畅的来行驶 赵警长黄欣表示 对中原排水口的整治计划 可以说是乡亲们的期待 万建政府监制完之后 就会编列预算 以及向中央单位争取经费 希望来解决地方安全的问题 让大家住的安心 这就是中原排水口的整治计划 好了 谢谢大家